民道大學精緻農業學系 今天特別在民道農場辦理有機大豆栽培省工以及減碳的觀摩會 那今天辦理這個活動主要的目的是節能、減碳、淨零碳排放 是未來政府農業發展一個重要的政策與方向 那民道大學今天特別利用我們的實習農場 栽培了4.1公頃的黑豆田 主要是由農場的廠長經理帶著我們工費班的學生 一起進行二期到做後的田圈試驗的成果發表 我相信大家在做有機農業的時候 都會想到有機農業是所謂的古老的傳統農業 那我相信不是 現在的有機農業是一個新型的 做一個整合性的管理系統 然後再引入相關的智慧農業或是新型農機 讓有機的田間管理朝向更省工的方式 透過這樣的一個省工整合性的管理 也能減低我們農友的有機生產成本 讓我們有機農友在經營上能更永續的經營 在2050年要進行所謂的農業淨林排放 我知道有機農場這邊很多農產品都有做上市 那如果學校因為剛剛創辦人也提到 就是說要做示範要跟產業做結合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淨林碳排的這個概念納進來 也許是不是我們的農產品可以來做碳子機這個標籤 那這個也可以起一個示範的作用 因為大豆其實在這幾年發展下來也面臨了很多 那面積幾乎都是維持在差不多3000公頃左右 它要突破有一定的門景 那中部地區我們遇到最多的就是秋季的秋台 那我們最近台中廠也育成了一個9號豆這樣一個品種 那如果學校這邊有興趣那也歡迎跟我們一起來 再對這個品種再來做一個研拟還是試做 那這個品種我們在裕成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我們用瀝肥大豆的概念 也就符合今天的有機 不用管理就有的生產 那基本上我們門檻就是在一分地250公頓 那但是我剛才問一下我們那個蔡班長 蔡說今天今年顧得很好 明到這邊可能有達到300 一分地可能有300公斤 我想是相當不錯 一小型的那個雜糧收穫機 它的特性就是它的設計結構不同於日本機械 它比較內部的脫離狀況 對於有機的環境多多少少都會有雜草 它比較不怕 所以它歐美的這一塊這個履帶式的採收機 它針對有雜草有機的這種收穫來 來的是比較適用 一波浩安的風開一下那些 我們就靠船就要不要飛了 那這個再起算大中山 這個算中山 還有大的喔 我還沒上過 沒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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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